黄岛,我弟弟出了个女朋友要用车,咱家那个跑车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借给我弟弟开吧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可是有三点要求的,他要是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就可以借给他 老公,就一辆车而已,你还有别的车开,他可是我亲弟弟,至于有这么多要求吗 不答应的话就算了 那你说说看吧 第一,他必须爱骑车子,并且定时去做保养 第二,他在用车期间产生的费用以及任何问题必须由他自己承担,与我无关 第三,我要这个车的时候必须给我还回来,如果他同意,今天就过来拿车吧 没问题,我替我弟弟答应了 行,那你就告诉他来拿车吧,钥匙在床头柜上,我去见客户了 好的,老公 一年后 姐夫,你怎么把我车给锁了 你说这话要不要脸,那是你的车吗,你今天必须把钥匙给我送过来 这车可是我姐给我开的,那她自然就是我的 这车是我花钱买的,名字也是我的,怎么就成了你的了呢 当初你姐可是承诺过三个条件的,怎么你不承认了吗 那又怎么样,那是我姐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赶紧把锁给我打开,不然我就把锁砸了 哈哈,你口气倒不小,你今天砸也给我看看 姓黄的,你这么做,你还算个男人吗 你有两台车,你借给我开一台怎么了 你说你开我车,保险让我买,车刮了碰了让我修,我还给你开什么 那是你的车,我凭什么给你买保险 那既然是我的车,我凭啥要给你开呢 我开车我给你加油了呀,没有有你那车能跑吗 你可是真无赖啊,就你这样的,我那个车就算是烂在家里都不想再给你开了 姓黄的,我真是无语了,你懂不懂车啊 车不是开坏的,是放坏的,我看你车相当于帮你保养了,你懂不懂啊 我没管你要钱就不错了 那我的车,从现在开始不用你保养了,我直接给他卖了走可以吧 行,既然你要卖掉他,那你抓紧给我送二十万块过来 就当这一年,我帮你保养车子的钱了 你可是真不要脸啊,既然你这么不讲道理,那我们走程序吧 姓黄的,你吓唬谁呢,你以为我怕你,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看样子你是不想把锁给我打开了,那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说着,小舅子直接将带锁的车开走了 锁头在车上留下划痕以及刺耳的声音 听到了吧,这声音很好听吧 你在干什么,你可真是胆大包天 光前化日之下竟然敢偷我车,我已经叫阿瑟了 你要我赔钱,要么就给我进去吧 姓黄的,你竟然敢叫阿瑟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真的叫阿瑟了,你可真是个好姐夫 我可是你小舅子,就因为这点事,你就找人来抓我 我真为我姐感到不值,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狠心的男人 你等着吧,我要我姐和你离婚 你去吧,是非对错自有公论 他要是因为这件事跟我离婚,那就离 姓黄的,你小子现在厉害了是吧 你以为你叫人了就有用吗 这车我赔给你就是了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你可别逗我了,你哪来的钱赔我 你一没工作,二没存款 整天吃喝玩乐,管你父母要钱 你拿什么赔给我 当然是拿我姐的钱赔给你啊 用我的名义拿你家的钱给你赔款 是不是很爽啊 你说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最后还不是要你自己来修车 你这是有恃无恐了呗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让她给你钱的 你说不给就不给了 她可是我姐姐 我是她唯一的弟弟 从小到大她就一直宠着我 你算老几 再说了,这车也有我姐的一部分 我开的是我姐的那部分的 后面从来没做过人 我砸坏的也是我姐那部分的 你那部分我可没碰 所以这是我和我姐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可真是个无赖啊 这车是我挣钱买的 跟你姐有什么关系 我们结婚这么久啊 你姐上没上过一天班 你自己不知道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夫妻共同财产 你可真是个文盲 姓黄的,我告诉你 你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有我姐的一半 就算我姐什么也不干 你都得分她一半 你说的倒是没错 但是你姐现在手上根本没钱 她还得伸手管我要钱 家里的钱也都在我的手上 我看你姐拿什么给你赔钱 姓黄的,你太小瞧我了 咱们走着瞧 行,你就等着吧 二十分钟后 姓黄的,你看吧 我说什么来着 一会我姐就带着钱过来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以为你姐来了这件事就完事了 你的兴致一样是偷车 你可笑死我了 有我姐在 我姐会给我作证的 随便你去闹 不仅如此 你还故意损坏我的车 故意损坏又怎样 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 怎么那么叽叽歪歪的 不过呢 这钱到时候还是我姐跟你要 最后你还是自己吃个哑巴粿 你真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简单 故意损坏到一定数额 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你吓唬谁呢 损坏多少我赔多少不就得了 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有什么话一会你和阿瑟说吧 笑话 阿瑟怎么可能知道我在哪 我车上可有GPS 你不知道吗 多谢提醒 一会我就给他丢掉 这车以后你就找不到了 我看你能有多大能耐 笑吧 多笑一会 等会别来求我 求你 你也配 今天我就是进去了 我也不会求你一下 半小时候 姐夫 我错了 我赔钱还不行吗 他们说了 只要能和解 就能从亲出发 我不接受 我也不谅解 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走程序吧 姐夫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撤我还给你 这是咱们的家事 咱们自己解决好吗 现在知道错了 管了 做之前怎么不这样想 我可警告你啊 你做事情可不要太绝 我姐可是你老婆 你把我弄进去 你以后怎么面对我们家的人 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 刚才不是挺气账的吗 你闹够了没有 那可是我亲弟弟 他不就是抛坏了你的车吗 你至于吗 说到底 咱们都还是一家人 你干嘛这么对他 你现在说这话自己好意思吗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弟弟借车的时候 你答应我什么了 那三个条件你能做到吗 他故意损坏车的时候你在哪 他什么时候故意损坏你车了 我看一直都是你在欺负他好吧 我欺负他 你可真搞笑 你也好意思说 你没欺负他 我弟弟这车开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把他轮子锁住啊 我为什么锁住 你心里没输吗 车子的保险 是你出钱帮他买的吧 车子的保养 也是你出钱的对吧 这我都可以忍 最让我难忍的是 车子刮了 碰了也不休 扣分了也不去处理 然后车他还不给我 轮子我给他锁了 结果他竟然带着锁头开走了 是不是不是自己的车 他不心疼啊 然后呢 还有呢 你还想让他怎么样 姓黄的 他可是我弟弟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多大点事 不就是一台车吗 再说了 这次是我让他开的 是不是你也要把我送进去 你怎么那么铁实心肠 对 我就是铁实心肠 我就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给他点教训 真以为我好欺负是吧 我告诉你 有我在 你想都别想 这车虽然挂着你的名字 但也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车的损失 你负责一半 我负责一半 不许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我要是说不呢 那我们就离婚 我没办法和你这个冷血动物过下去 行 如你所愿 现在就去办手续吧 但是你弟弟的惩罚是免不掉的 你不停不停的 你不停不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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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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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